这样的饮食习惯对心血管健康的正面意义是可取的吗 他说晚餐的时候吃素食 中餐和早餐多吃蛋白质的食品 这样的一个饮食搭配 对心血管健康是不是有好处 他这样的搭配应该说非常科学很好 只是说早餐跟中餐不要多吃蛋白质 适量够了 适量够了 就是说不要吃很多 适量够了 他这个吃法晚上吃素的 那么中午相对多一点 或者是早上相对多一点 这个吃法是对的 对心血管方面有帮助 有帮助 我们今天讨论这部分时间比较紧张 我们有很多话题没说 我们再非常快地来说一说 另外几种营养素 还有两种营养素 一种是维生素 还有一种是纤维素 那维生素一样的 就是说蔬菜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所以说了解了其他营养素以后呢 它无形中会帮助你多吃那个蔬菜和水果 那轻微素一样的原理 就是说那个水果跟那个蔬菜 它有相当的轻微素含量很高 那对人体的帮助是太大了 它可以清洁人的整个肠道 清除了一些不余的脂肪 不好的东西全部会带着 胆固存 不好的脂肪 一切不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大肠 距离太长要七米 人的大肠也七米长 那这样的话 你没有这些个植物的轻微素下去 绝对不行 所以说这些维生素也好 轻微素也好 是这种像是起到一个清洁的这样的 就是含量高的就是蔬菜和水果 所以强调多吃蔬菜 就是要过多的 就是增加了这两分 在您的这个养生之道的第二部分 您提到了这个酸碱平衡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有这种说法 就是人体有两种这种 有是酸性的 对对 这个身体有种是碱性的 是是是 怎么样来平衡 酸碱平衡呢 它事实上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纤维素跟维生素啊 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那酸碱平衡呢 确实很重要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患糖尿病的人 或者是生癌症的人 都是酸性体质 那些身体相当好的人呢 就是弱碱性 那通常呢 PH值呢 是7.4 所以说呢 就是为了保持酸碱平衡 原因的道理呢 就是刚才 比如说那位先生提的问题 就是网上多吃蔬菜 那么我觉得再增加一点水果 如果一个人 他的主食是 除了饭以后 他这个蛋白质 那么蔬菜和水果 三比一 超过那个 肉类制品 那这个呢 这个人的 吃的东西 饮食方面啊 他会获得 在血液方面 会获得酸碱平衡 就是说蔬菜水果 一定要多于 就是说 肉类制品 或 鱼类制品 那这样呢 你就能够保持酸碱平衡 哪一些是碱性的食物 哪一些是酸性的食物 好 再简单一点 就是一句话 可以了解它的 就是说 所有酸性的食物 不是说 这个柠檬酸的是酸性 不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简单一点 就是说 所有的蔬菜和水果 都是碱性食物 凡是我们说的鱼 是酸性的 还有那个 肉类制品 是酸性食物 那么酒类呢 只有那个葡萄酒 是碱性的 葡萄酒是碱性的 啤酒 其他酒类 都是酸性的 所以因此呢 酒类就是说 只能喝点葡萄酒 是最好的 好 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建议啊 健康这方面 那些研究的 这样的一些结果 发现就是好像 饮葡萄酒 对健康有利 对 它的这个 道理是在这儿 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它碱性的 那是不是可以 这样简单的说 如果你是酸性的身体 你就应该多吃 碱性的东西 反过来也是这样 这种说法 对 那么一般呢 就是碱性的身体呢 随了年龄增长 因为人类的特性 它喜欢比较 吃那个动物类的食品 所以一般呢 上了年龄的人呢 血液的程度呢 就或多或少 都会朝着酸性方面发展 那么严格来讲呢 就是说 一定要多吃 蔬菜和水果呢 就是增加 碱性食物的摄入 那么对控制 这个酸性平衡啊 有很大的帮助 有非常大的帮助 像刚才 我们这封电子邮件 就谈到了 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 也就是您这个 养生之道这本书的 第三章 所谈到的 就是注意饮食能量的平衡 在这一章里头 你谈到了早餐 午餐 晚餐 夜宵 对对对 怎么来平衡 那么午餐 中餐 晚餐呢 就是刚才他说的 这个呢 是相当科学 但是呢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 就是说 大部分呢 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 就是说 这种东西 谈出来呢 就是说 也是要 我们要谈它的普遍性 那普遍性的问题 是存在于 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因为他 早上一醒来上班了 因为生活所迫 压力很急急忙忙 要工作了 他甚至不吃东西 那个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早上一定要吃 宁愿稍微早一点起来 那反过来呢 中午呢 就是刚才 这个读者也说了 就是中午呢 他可以蛋白质多吃一点 蔬菜来一点 那么晚餐 如果你能够吃蔬的好 那是更好 但是现在中午 他也感到没有时间 也很紧张 晚上下班了 他反而感觉一轻松 那是指精神上的 结果呢 他要想去享受一下 什么都吃了 我觉得六七点钟吃 还是问题不大 但是呢 主要就是说 这个提醒 这个能量平衡呢 提醒大家 有一个注意的方面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天 你要考虑到一天 酸减平衡 就是说今天一天 我是六类吃多了 还是蔬菜吃多了 如果中午你吃的地方 他没有六类制品 那晚上可以多吃点六类 所以一天的酸减平衡 在晚上可以把它平定 来恒定它 宵夜一定要改掉 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也就是说不建议 晚上吃宵夜 建议晚上要饿肚子 一定要真正的健康 一定要 我晚上肚子饿了 最好来吃点东西 肚子饿是对的 不吃东西是对的 吃东西是错的 所以晚上呢 一定要肚子饿了 然后去睡觉 这只是一个 人类的习惯性的问题 如果你两个星期 习惯肚子饿 睡觉 你以后不饿吃饱了 就睡不着 主要是习惯问题 我们还只有 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比较快地 来谈谈其他的几个话题 您这本书 还谈到了阴阳平衡 这和中医的阴阳平衡 是不是有关系的 也有关系 有点接近的 那么从饮食方面来讲呢 主要是这个阴阳平衡呢 我是谈到了就是说 热性体质和寒性体质 那当然中医 它是分这个热的 寒的 还要分凉的 那中医就分得比较细了 那个阳性嘛 它也是分热的 那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 饮食方面所说的呢 就把它分为两类 就是寒和热 那就是说 你这个人是寒性体质 就是这个人比较怕 能怕什么 可以吃点 就是热性的东西 比如说韭菜啊 对吧 虾 然后那个羊肉啊 这些都是 就是比较热性的东西 对吧 因为你能感到冷嘛 凉嘛 那如果你这个人 恒的 冬天呢 还只穿一件西装在外面 他浑身上也热得不得了 那我建议这个人是热性体质的人呢 他就应该多吃点寒性的东西 那这个热性体质和寒性体质 和刚才说的酸性碱性体质 是有什么联系 不联系 三性体质 严格来讲呢 是脂 血液 血液的 pH质 酸碱平衡 那个寒性体质跟良性体质呢 普遍都有 就是说 这个人不怕冷 他很热 容易 鼻孔出血 那像这种人 他要多吃点寒性的食物 那么 反过来嘛 就是说 这个人很瘦 很冷 体力也不打住 那么这种人呢 就要吃一点热性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到了冬天 那么 以前容易犯一种错误 冬天来了 要补身体了 而它牛羊肉都来了 结果你 身体 如果你这个人是很热性的 如果你这个冬天 再补这个东西 对身体没有好处了 对吧 那相对来说 你就应该搞点鸭子啊 放点虫草 放点黑膜 补补补 那对你这个热性体质才有好处 所以说补身体也要根据含热性的体质 针对 要有针对性 您书里边还谈到了保持动态平衡 这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运动吗 动态平衡呢 我指的呢 简单一点讲呢 是指的运动 那么我可以这么说了 就是运动呢 就是现在的比较流行的 就是比较我们所说的时髦的提出 要运动要生活化 就是说把运动要纳入自己生活的一个范畴里面 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必定做的一件事洗脸刷牙 那是生活化的问题 那把它运动也要摆到里面 那你说运动摆到生活化怎么搞 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建议的 不受场地限制的 晚上临睡之前 饭后一个小时以后 在家里很小的地方跳跳 然后蹲蹲 对身体很大好处 就是说事实上动态平衡 强调的是要运动锻炼 那么怎么个运动锻炼呢 事实上观念很重要 就是说要逐渐培养自己 要这个运动生活化 运动生活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一定就是说要每天去大汗淋漓的去锻炼 对对对 就是说相对来讲 比如说我碰到有两位 一位呢现在已经96岁了 他现在还是每天坚持跳 跳跳跳 他现在还可以跳个七八十下 他类似跳绳这样的运动 但是没有绳子 就是空手的跳 对身体很有帮助 好 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请您谈一谈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 除了这些主食主菜以外啊 还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叫点心这一类的 比如说茶酒乳制品 对 豆制品 对 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 比如说喝茶是不是一个好习惯 喝多少酒乳制品 对 喝茶很好 尤其是绿茶 绿茶呢因为它营养成分多 那么说了透一点的就是 耳茶树这个含量高 那么严格来讲呢就是说绿茶呢能够 就是说有吸血功能 而且呢它碱性能够帮助酸碱平衡 所以喝茶呢我倒是非常建议 那个喝绿茶 对你的酸碱平衡有极大帮助 喝茶喝绿茶 刚才酒我们已经说了 喝酒要喝葡萄酒 那么这个乳制品呢 这个乳制品 相对来说呢就是说 乳制品呢我觉得呢就是牛奶和酸奶都可以喝 但是喝牛奶呢有两种类型 有一种类型的人呢 他牛奶啊他不能喝 不能喝呢我建议他喝酸奶 乳制品的酸奶是一定要喝的 他主要是对肠道也帮助 能够平衡肠道的肠道的菌种 这样的话对人体带来很多帮助 因为人的健康很多是靠肠道吸收的 十秒钟的时间 豆制品有什么好处 豆制品呢最大的原因呢 豆制品主要能够抗癌 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它是健康的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保健原地的专家话题讨论 就要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非常感谢史勇伟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提供的 只是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要及时到当地医生那里去进行 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doachinese.com 海峡论坦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 每周日邀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以及在台北的两位学者专家 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两岸最新的热门话题 和听众观众们进行现场讨论 为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供一个理性客观的讨论平台 促进男人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